大家好 我是光蟲團隊的Sean 今天的影片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這個真空桶 它也俗稱所謂的拖泡桶 它主要的用途是用在於什麼 當你可能在攪拌我們這個炫彩藝寶 透明色的時候 你會發現攪拌完裡面有好多氣泡 或者是你在攪拌這個冷膠 冷膠膜的時候攪拌你有沒有氣泡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把這個氣泡抽出來 讓它裡面保持是透明度高的狀態 但是以前我們主要在賣的時候 它整個桶生我們都是做壓克力的材質 壓克力材質的話我們有遇到幾個問題 就是久了壓克力會老化會翠裂 可能會變得黃 看不到裡面的狀態 所以我們這次稍微做了修正 上蓋還是保持是壓克力的狀態 但是呢我們桶生的部分呢 我們是把它改成金屬的 上蓋不變的原因是因為呢 當你在抽真空的時候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讓你看到裡面 液態的狀態 液體的狀態 那桶生為什麼要改變成金屬 第一個主要是因為我們希望它能夠耐久度高 比較耐久度高安全性會提升 第二個的話呢待會我就跟著另外一個新上架的配件一起去做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真空筒的尺寸 現在這個尺寸呢 我們稍微比以前稍微加大了一點點 可以看得到這邊 它的直徑呢我稍微增加了一些些 有來到13.2公分 13.2公分 那高度的話呢 有加高到21公分左右 21公分 這個尺寸尤尤其是高度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很多人都忽略這件事情 當我們真正有在操作這個真空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如果你的液體量是1 當你在抽真空的時候 它在過程中 它的液體的這個液面的高度會忽然上升 膨脹 那膨脹的那個體積會大概是 原本1可能就會變成到10 反而會比原本高很多啦 那如果你沒有去注意 或者是你杯子不夠高的話 它就會溢出來 那這時候就很麻煩 因為你把它事後去清 所以我們盡量把這個桶子能夠加長 就把它加高 讓你這種狀況呢 會比較減少 OK 所以它的高度我們特別去增加了它 好 再來呢 我要介紹的是我剛才提到的一個新的配件 就是我們這個壓力上蓋 為什麼要有壓力上蓋 你們看它是金屬的對不對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之前在做冷膠的時候 我們曾經嘗試過做這種比較大的冷膠 雖然你在這個抽真空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你用這個壓克力蓋 去抽真空的時候 是可以完全的把這個裡面的物件的這個 就是液體 原液裡面的氣泡抽出來 甚至這個炫彩也OK 可是會發生一件事情啊 當你倒到一個模具裡面的時候呢 它會因為碰撞 或者是剛好在倒的時候沒有注意 就會有其他的空氣在包進去 如果不會碰到裡面的物件那也還好沒事 但是碰到你這個整個作品就毀了 尤其是越大的模子 越大的模子 越更容易產生更多的氣泡 所以有些人就想說 那我再把它放進去再抽一次 登登 不行喔 記得 因為呢 當你去抽它的時候 像我們這種模子 一定是有放一個原樣在裡面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去抽它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導致什麼 它裡面那個東西被拉起來 會滑位 會錯位 可能會被你抽上來 這種問題產生 那就更慘了 對不對 因為你上面包的是這種還沒有凝固的 基本上你的作品也毀了 OK 所以呢 如果你要想辦法把裡面的氣泡給弄出來 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就是換上這個真空筒的上蓋 壓力上蓋 它是金屬的 所以當你鎖緊它的時候呢 它是完全密閉的喔 這時候你要記得喔 這邊呢 就要去接什麼 接空壓機 當你接了空壓機之後 打空氣進去 它就會有一個壓力在裡面 去壓裡面的液體 讓裡面的東西呢 的這個氣泡能夠往上推 聽得懂嗎 用大氣 就是額外加的這個壓力呢 去把這個氣泡往上推 它一往上推 所以所有氣泡就會完全乾淨消失 以前可能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裝置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碰運氣 等它20小時之後看氣泡會不會上來 但如果你有這個桶子 基本上就是直接 可以確認你的氣泡都乾乾淨淨 再放在旁邊讓它做凝固 這樣的話基本上你的成功率會達到百分百 你不會浪費掉這一次的這個功夫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增加了這個所謂的壓力桶 上蓋的一個配件 所以看到最後呢 你會發現 欸這個 我們這個真空桶有改變了許多的 不管是材質啊 或增加了一些配件 讓你們在做這個真空的時候呢 效果會更好 那但是我要特別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當你在用的時候 你買的時候呢 它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桶子加一個壓克力的上蓋 這是買的一個套組的部分 這個是沒有的 如果你有需要 你再額外去填購就好 OK 另外一個 這個它需要搭配 因為你要抽真空嘛 所以你要有一個真空機 就是吸裡面空氣出來的真空機 不要搞錯 是吸的機器 你本身如果有一些什麼柱拉機 它有搭配這種機器 是可以拉過來去做一個交叉使用 但如果沒有 就可能要額外購買 那再來 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個壓力上蓋 壓力上蓋在用的時候呢 要記得喔 它是搭配什麼 我剛才講到的 空壓機 空壓機 空壓機的部分呢 就是要把壓力給打下去 所以它是吹出空氣的這種機器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壓力上蓋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空壓機才能搭配使用 這一點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忽略掉 OK 好以上是我們這個新的產品 我們的這個真空筒 然後做了一些改革更新 等於升級2.0版本的一些介紹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那如果覺得這個影片的內容 有幫助到你 給我們點個讚 或者是分享給你身邊 需要這些資訊的朋友 讓他們可以知道我們的這個資訊 謝謝你們 謝謝 我們 Edge 感谢观看